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去选择一款拓展屋 都知道一款好的拓展屋也让我们的办公效率事半功倍 去很好的操作我们的工作内容 分配我们的信息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多种产品接口的传输 以及它的操作方式 我们购买拓展屋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方面就是端口数量 因为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 每一款产品它的接口跟插槽 它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款多端口端口不一的拓展屋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操作那些不同端口的数码产品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 例如我们要经常进行文件传输的 我们就可以针对传输能力 还有拓展屋的处理能力去进行购买 所以我们尽量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去选择一个适合的拓展屋 毕竟现在的上班族一般都会用到笔记本 以及各种的数码软件 所以说选择一款好的拓展屋 可以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好的意见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评论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